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之前有写过一个八字 他到底能不能创业 当中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学生都跟我讲 老师他不是有一个财在这里吗 为什么他不能创业 所以说这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假如你全部都是跟我问这个问题 的话我跟你说 你批命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因为我在教你们的时候 我都没有说 各位 我有跟各位讲过 不要在本命上打转 那一篇视频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大运写出来 我没有把大运写出来 可是所有的人 几乎都在这个本命上打转 老师你看 他的财不是在这边吗 财来生官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他不能够 他不能够创业 老师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批八字不是在本命上打转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同样的问题 各位他现在是甲子大运 他下一个是癸害大运 各位 一个大运十年 他这十年假如没有倒掉的话 他才有办法在后面再起死回生 各位 癸是什么 他的日主 害是什么 就是他本人 嗜火生雾土克害水 各位 这严不严重 所以说 假如你们都是问同一个问题 老师 这个不是他的财运吗 你们就犯了在本命上打转 这是传统命理学的毛病 结果你们竟然全部都给我犯同一个毛病 全部犯同一个毛病 这样子再批命很危险 很危险 各位 这一柱大运 天干地支 日主同时出干 这个大运是他这一整 整个里面最重要的一柱 这一柱是决定他由胜转衰 或者是他一辈子就败在这一个运里面 所以说各位在批八字的时候 不要只是在本命上打转 本命上打转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所有的学生几乎都这样问我 我是真的很想要再给你们收费 我真的很想要再给你们收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 我一直在强调说 批八字不能够在本命上打转 可是你们全部都在本命上打转 这一种情况我非常非常不爽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代表你们在批民的时候 怎样 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发生危险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这样在批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 为什么我会特地再重新再把这一个八字再拿出来 因为所有的学生你几乎 你只要有问我的 你只要跟我讲说这个不是他的财吗 那他为什么不能做生意 我都有跟你讲 不要在本命上打转 去给我看看他的状况 假如你还看不出来的话 你的批命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各位不是在本命上打转 批命是要找出他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批命要找出他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然后让他不要在最危险的时候发生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大运来讲搞个不好他会怎么样 各位 这个很有可能会在这时候死亡 这一边才几岁 这边21岁 这一边31岁而已 各位 他今年顶多23岁24岁而已 那你这时候叫他做生意可以吗 他最少也要等这一柱过了 他才有办法做生意 那已经几岁了 41岁 跟现在比起来已经是17年以后的事 所以说你们假如在用这种方式 在看八字的时候 各位 17年以后他才可以做生意的一个状况下 你现在就叫他去做 你是不是叫他去找死 你是不是叫他去找死 也就是说看八字的时候 看详细一点 看详细一点 不要随随便便的看 不要随随便便的看 我会这样讲一定有我的原因 我会这样讲一定有我的原因 各位我看八字绝对不是只是看了这一 这一个 其他的我都不看 我已经说过了 八字的组合是什么 本命加大运 还要再加一个流年 这一些你都要看 你这一些都要看 而不是客人讲什么就说什么 你要让他避 你要让他避 所以说批命是一个 我一直强调很重要的 命理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 让这个人避过他的大劫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可是往往很多人批命的时候 却是把人家推入地狱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说在批八字的时候 是不是你在网路上看到 以前命理师跟我讲怎样怎样 到最后 反而是一脚把他踢入地狱 让他更不好 所以说批八字的时候 请整体来看 不要单单在这一个本命看 这一次这一个八字 就让很多学生都出现了同样的毛病 当我这样子看到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大 为什么你们会全部都留意只看本命而已 难道本命就决定了他一辈子了吗 各位 你跟我学八字 怎么可能会有这一种观念呢 本命不可能决定他一辈子的成就 这个是传统命学在讲的东西 怎么会跟我学八字还犯同样的问题呢 所以说这一部分就是各位最大的缺点 什么叫最大的缺点 没有自己独立的去思考 没有自己独立的去思考 各位 你们都知道你们的老师 我根本就没有老师 我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东西 这一些都是靠我实际经验 实际去批论 实际去思考出来的东西 同样的 我都一直跟你们讲 实际去批命 实际去批命 实际去验证 为什么这一次就是这一个八字 你们却同时都犯了同样的问题 可见你们都只是没有思考 直觉式的 看了人家的视频 你们就这样子去认为 就是这样子在这里面打转 可是我一直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会拍这一些视频 我根本就不怕人看 为什么我不怕人看 好 各位 这一次你们是不是就犯了这一个问题 明明你一样也是我学生 可是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那更何况是没有跟我学过的 那问题会更大 问题会更大 所以说 这一柱 我只要把这一柱写出来 你会不会担心 他现在才20几岁 可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间是在这里 结果人生最辉煌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他怎样 要走向地狱的时间 好 我们在批八字 我们这些都要思考到 不是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打转 各位 还有我的学生 你只要有给我提出同样的问题的人 我都会叫你们好好的回去复习 我所教你们的观念是什么 我一直在大力的谴责说八字不要在本命上打转 结果你们偏偏都在本命上打转 然后没有去思考过 我说八字是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况 各位 你们假如这样批 你不是要叫他去死吗 你不是要叫他去死吗 所以说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才会再拍这一个视频 跟所有的学生讲 我才会拍这一个视频 跟所有的学生讲 这一个问题很重要 很严重 假设你只要看他八字有才 你看看他这一柱大运他会怎么样 魁派大运 他刚刚在人生的巅峰的时候 也就是正是在30岁左右 他开始人生要开始突破 要开始要创业 开始开始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结果你是不是一脚把他往地狱踢 各位 这个不是短短的一年两年 这总共是10年的情况 所以说各位 你假如看到了学生们 好好地去思考一个正确的批命 该怎么批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的话 真的有很多人会被你一批 往地狱里面去走 这样罪过就在你身上 所以说各位 为什么我不在乎你们看我的视频 这一个视频是真的是拍来骂学生的而已 我是真的拍来骂学生的而已 更何况你们不懂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所以说我不怕你们看我的视频的原因在这里 说真的你们在那边只是一样画葫芦 真正的状况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很难画得出来 我的学生都会犯这种问题的 更何况是根本就不懂得基本理论的 更会犯这一种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我看到我学生 一直都在同样的问题上打转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的观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们的观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些东西在视频中 当然我在视频里面 我并没有讲他的大运 可是各位 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我这样在批命的 一定是我有在思考说 他的哪一个大运一定有大问题 我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 我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 所以说我在教你们批命的时候 绝对不是在这边教 各位 你们都是我学生 你有看过我只写过八个字而已吗 这一种八个字 就只有什么时候我会这样批 婴儿而已 还没有上运的 刚出生的婴儿而已 只要过了一年 留年我就摆上去了 最少也都要五柱开始起跳 哪有在本命上打转的 刚出生的婴儿才会这样子 所以说 学生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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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真的是害了别人而不知道 财生官克日主是什么情况 各位你应该知道 日主出干又是什么情况 各位这些你都知道 这样严不严重 这样严不严重 你敢不敢叫他做生意 可是他下一柱大运是天差地别的大运 也就是说他在这一边不错 他在这一边会很惨 那你敢不敢叫他去做生意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不要 老师他不是有财吗 有财又如何 假如财会让自己更不好的时候 你要不要这个财 不是很多人因财惹祸吗 所以说这个状况就会变成是那样 有财又如何 所以说各位批命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 特别特别小心 否则你就会陷入到批的 你认为没问题 但是却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而不自知 所以说这一个影片 各位学生好好的去反省一下 好好的去反省一下 不要在本命上再给我打转了 假如你还在犯这个毛病的话 真的是枉费 你付了学费给我 结果你竟然犯了跟传统命理学里面 最大的一样的问题 那真的是白学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假如各位都有命理知识 有兴趣的 去看我部落格 我的文章都在里面 同样的这些影片 我也上传YouTube跟IOB 可以反复观看 就获取我所需 你所需要的资讯 同样的你看完影片 假如有疑问的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或者是文章里面留言 我看到就会回应你 甚至会专门做一个视频 会专门做一个视频来跟你们解释 因为你的问题 可能就是大家的问题 所以说这一个影片 各位能不能创业 我再问一次 我再问一次 20几岁创业 在这一边 各位他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学生自己好好的去思考 不要再留于这一块 批命全部都要思考 全部都要一起思考 这一点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在这一边打转 不然他什么时候被你害死的 你都不知道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